Home的部分的話,上面要放一張CAMERA PEOPLE的圖 這個是放在頁手好了 然後呢中間的話就放這Content Content內容部分就放一個List View 然後頁尾的部分就放這個有一個這樣的一個Net Bar 那這地方該怎麼做,我們也是一樣從上到下來做好了 這樣會比較清楚 那所以第一張圖要怎麼放 圖的部分的話當然目前沒有Image 所以你乾脆怎麼樣,把那個我們的範例檔案的那個圖 範例檔案我們有下載那個範例檔 範例檔裡面有Image 乾脆就把這個Image這個資料夾怎麼樣 直接按右鍵複製好了 這是範例檔,練習檔,練習檔裡面的206 把這個Image裡面的這個整個資料夾複製 然後直接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桌面上面的這個206APP 這個APP裡面把它貼上 貼到我們現在的網站裡面 但是目前是沒有看到的 所以你記得要怎麼樣? 這邊有個重新整理 因為你把它 資料夾放進來,它不會自己去找到 你一定要按重新整理 它會幫你再找到放進來 OK,這個時候就有了 那我們接下來做什麼呢? 找到我們第一個Home這一頁 然後呢,上方這個頁手 這個地方把它delete掉 然後把剛剛那一張Fashion1 我看一下哪一張 你就確定一下哪一張 它的名稱叫 Fashion1 R2 C3這一張 所以你就把這一張找到 因為它這邊沒有辦法預覽 所以你變成說你要把它拉開一點點 看一下 那就Fashion1 R2 C3這一張 應該是一張吧 應該12K,應該比較大一點 把它拖拉 拖拉也可以 或者插入圖片 從檔案也可以 一般習慣用拖拉的比較快 然後替代文字不要按確定 你會發現這個Camar People就放過來了 我們把它放在哪裡了? 放在夜守的地方 OK,那你再預覽一下 即時看一下 這個地方就有個Camar People 有沒有 那至於大小可以自己再調整 那另外中間這一塊的話 我希望看到是什麼 看到就是這個 這幾個 1234 那我要怎麼把1234這四個東西 放在一個List View裡面 首先的話,我前面講過了 你一定要先把這四個名稱找到 然後放進來的方法 其實也很簡單 還記得吧 你可以先做List View 也可以做NetBar 那第一步的話 我們就先把那幾個名稱 放在內容這邊 因為我剛剛直接用那個 直接就貼過來好了 把它拿過來 不過直接拿過來 它好像有格式 我把它Ctrl一下 我乾脆放的話 我先 像有些資料 如果你過來有格式的話 一般習慣是 我是建議可以拿那個什麼 蠻好用的那個 複屬應用程式裡面的什麼 記事本 有點像把那個格式拿掉 像這四個 所以也許 不然就直接打在哪裡了 打在那個記事本裡面 那總共會有四個嘛 四個這個連結 我要做出 像這邊看到這個東西 有沒有 有點像這樣的一個圓角 那首先的話就是把這個地方 輸入到這邊來 那輸入完之後的話 再來怎麼樣 或者你自己打字上去也可以 然後再來的話呢 還記得吧 你會發現 加上來之後的話 先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總共四個 先做成項目 項目清單 不過它這個 你如果從記事本過來的話 它變成不會換行 所以怎麼辦 沒關係 你把只有一個換行 其他好像都是 其他都是換行 但是不是換斷 換斷的話 你把它Delete Enter就可以了 重新Enter 重新Enter Delete就要重新Enter 那你會發現 這邊就有四個項目的符號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變成 這樣子的一個項目清單的話 還記得怎麼做 OK 特別重要 先把它變成這個項目清單 而且每個都要點 那你會發現這個範圍的程式 是喔 就長這樣子 實際上就是 不過好像裡面有一些空白 有的時候會把這個空白 習慣是 有點潔癖 是像把它 就把它Delete掉 那所以呢 它裡面一定會有個 UL到UL 這個UL到UL 其實是項目清單 那裡面的每一個項目 就是LI 到LI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變成一個什麼 一個List Review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還記得吧 就是UL後面 你只要增加一個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邊我們 206裡面 其實也有最後完成的 這個我把它是項目清單 如果你有點忘記的話 你可以在參考之前的 那實際上喔 就是什麼 在後面再增加這個 Data Rule 有沒有 Data Rule 等於什麼呢 List Review就可以了 那當然你也不用背了 因為喔 在那個Drain Viewer裡面有個優點 就是你空格之後的話 它會自己提示 你只要找到Data 開頭 它會自己跳什麼 Data 再來就是Data Rule 意思就是說 資料的角色 資料角色 等於什麼 等於List View 你就找到List View 這樣就OK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主要第一個 加上這一行 好 那我們再來預覽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邊就有了 OK 但是呢 目前還有幾個地方不OK 哪個地方呢 因為沒有超連結 所以它目前看起來醜醜的 那第二步的話呢 所以第一步是 把這個項目清單部分 加上這個Data Rule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在每個地方加超連結 那也就是說 這個攝影名詞的話 應該是連到哪裡呢 連到Page 1 這是Page 1 Page 2 Page 3 Page 4 OK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再到這個地方 所以第二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Data Rule 等於List View 第二個動作的話 選取它之後的話 在底下加上什麼 井字號 加一個Page Page 1 那因為底下是1 2 3 4 所以我的習慣是把這個井 特別是前面一定要井開頭 然後把它井Page先複製好了 Enter 這個有了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Page 1 Page 2 Enter Page 3 Enter Page 4 Enter 反正就一個一個啦 一個一個連結 分別把它連上去 那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實際上在程式裡面 也會增加這個 A H R E F 連結到這個 那你可以看一下 好 這個是第二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 即時 那這個就出來了 但是呢 最後我希望圓角 還記得圓角 有沒有 就是像這樣圓角 所以喔 圓角的部分怎麼做呢 基本上 其實就是最後一個動作 還記得吧 在這個裡面 再設定一個叫Data Set Data Set 這個地方的話 還記得吧 就是我們 再增加一個什麼 Data In Set 這個地方 等於True 那你可以幾個方法 自己打上去 要不然的話 之前我教過各位 是游標放在這邊 然後呢 資料檢視窗 JQuery Mobile 裡面呢 找到一個叫Data In Set 就是Data開頭 它按到英文字母 IN 你可以看到Data In Set 後面的話呢 把它改成True就可以了 那True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這個地方變圓角 等於True OK 好 這樣就OK了 那實際上啦 它其實就是幫你在哪邊加一行程式呢 其實喔 它主要就是在 這個 不對 加錯位置了 它變加在這裡了 這個位置不OK 等一下 如果加錯位置的話 那意思說我們不能選它啦 有不要放上去 你不要這樣選 一選變成只有這個Data In 有不要放上去就好了 In Set 等於True 所以我剛剛有選了其中一個不對 放這邊 它便放在 放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說要正確 應該是不是整個選 整個選起來 如果你不整個選 好像會出錯 我看整個選 看一下 等於True 對 所以你不能放其中一個 也不能選其中 只能四個一起選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變成如果你要Data In Set 記得喔 比較麻煩 你第一步一定要把四個一起選起來 第二步的話呢 找到右邊的 這個叫什麼 標籤檢視窗 裡面的JQuery Mobile 然後找到這個 叫Data In Set 等於True OK喔 那就可以幫我把它設定上去 那一般檢查的話 如果你要確定是正確的話 它其實主要就是在這個地方 增加這個去數啦 一定要是加在UL後面喔 你如果加在底下的任何一個項目上面 都不是正確的 OK 我們來試一下機師 這樣就OK了 當然啦 如果說你 如果你慢慢 我是建議啦 以後乾脆喔 最好的部分就是說 你最好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慢慢習慣左邊這邊的東西 如果你慢慢都可以看懂左邊的東西的話 其實說真的 像我們自己習慣喔 我就不用這邊了嘛 我就直接怎麼 乾脆自己在這邊打不就好了 有沒有 空一格 大概可能就是要記一下 那個叫data i開頭的 inset 如果你記不起來沒關係 你大概開頭那個 英文字 它會自己提示給你 叫inset 這邊就出現了 然後等於true跟false 它也會自己出現 你就等於true true的話就是要 inset的意思說要圓角 預設是不要 是沒有圓角喔 這樣子打上去 也一樣OK啦 所以慢慢的話啦 我是建議喔 一個頂尖的設計師的話 恐怕右 左邊的部分 恐怕沒慢慢習慣一下 因為如果左邊習慣的話 可能甚至 這個你都不用分割了啦 不過我覺得也不用那麼累啦 因為右邊有一些參考 你就用右邊的參考來看OK 好了 最後即時看一下 這個地方呢 inset這怎麼亂掉啦 datainset 它變成全部都不OK 我看 datainset等於true 啊 我知道應該是 dataraw page1 等一下看有什麼差別 所以如果出現問題的話 再先恢復一下 它已經亂掉 那可能是 剛剛是不是刪到 不應該刪的東西了 dataraw 等於true 我打Ctrl-Z 有可能是刪到什麼 刪到那個 上面這個 我把它先恢復一下 也是OK 有時候可能不小心刪到上面的東西 好 那再來一樣 在這邊加一個 datainset datainset 打一個i 等於true OK 再點一下 看一下我OK 這樣又OK了 所以可能剛剛不小心刪到上面的東西吧 還是怎麼樣 好 那這樣的話就大家公告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有沒有 等一下第二步的話呢 試試看 在底下這邊把它做netbar 而且要跟著動 因為如果說像這個 假設頁面比較長 我們之前講過 如果頁面比較長的話 你如果捲動有沒有 它會自己還會跳出來 會跟著跑 這怎麼做 內bar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list view